台中捷运绿线即将市营运 市长卢秀燕在市政会议当中表示 捷运绿线新建了十多年 是中部重大的交通建设 也是中部第一条的捷运 而现在终于可以安全的通车了 所以说是完成了中部人的期望 因此市营运第一天的第一班车 从北屯总站出发 它将陪同市民搭乘 共同的来见证这一项交通的重大里程碑 台中捷运绿线将从25日开始 展开30天免费市营运 市长卢秀燕在市政会议中表示 捷运绿线是全国盖最久的捷运之一 当天市长也将陪同市民 一起搭乘六点的第一班车 见证台中捷运绿线的历史性一刻 强调市府已经准备好了 完成中部地区也有捷运 台中人跟中部人的期望 那也因此呢 这在中部地区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交通建设 所以呢 当天的第一班车 秀燕会陪同我们的市民来搭乘 共同建政 我们台中的这个捷运绿线 要来进行通车试营运 卢市长表示 中部第一条捷运终于可以安全通车 市民期待已久 之前虽然遇到故障维修 不过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希望安全通车 完成中部地区也有捷运的目标 25日当天将从北屯总站出发 陪同市民搭乘 共同见证台中捷运绿线通车市营运 3月25号也就是后天 中部地区的第一条捷运绿线 就即将要开始通车 展开30天的市营运 免费市营运 那跟大家报告 我想这条捷运呢 是全国盖最久的捷运之一 那我想市民期待已久 中杰公司表示目前营运班据规划 平日尖峰每5分钟一班 离峰每8分钟一班 民众必须持电子票证进出车站 试运期间免费搭乘 进出站不会扣款 如果没有带电子票证 也可以到车站旅客询问处购买 记者曾伟林 台中采访报道